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神明而尽未死 这两句还是属于前面一段无忌惮之物 后面这两句事与后悔 假借不还 这一下是不忍术之物 那么前面两句的意思好懂 就是我们世俗一般讲法师 读咒 请求神明来作证 自己作物多端 还以为自己所行都是正法 可以对质天地神明的 这个物很大很大 这个小柱里头说得很好 天地无私 神明正直 顺及逆凶 其印如想 这个四句话我们要牢牢地记住 前面我们读过 聪明正直之为神 你真正明了之后才晓得 我们做人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 面对天地神明 面对天地神明 这一章师教导教导我们 人与人的关系 我们应当 怎样出世代人家 身 这个身 这个身 理念的学问就大了 是法 道德仁义理 与这个相应 是顺的 你得的是福啊 与这个相违背 你所得的是凶哉 这个主意 可以从历史上看到 如果我们头脑清楚一点 现实社会里面 尤其显著 但是也有作物的人 他现在想福啊 行善的人呢 现在在受苦受难 这又是一回什么事情 于是我们对于 善我报应 就存了怀疑的态度 佛在经上 给我们说的 很明白 坐卧的人 现在还想福 是他全身修的佛报大 他的余福没有相进 是这么个原因 修善的人呢 现在还在受苦受难 他前世所修不善的余阳未经 因果通三世啊 要懂这个道理 所以佛在经上说 余之前世因 今生受证实 今生所受的 前世所修的 余之来世果 今生做证实 我们在这一层 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现在是造阴 古报在来世啊 如果这个阴 力量很强 这一生呢 也能够得报 你可以努力去修行 你的运营会转掉啊 大家都聊翻私讯 就是非常明显的例子 前世 聊翻先生 前世所修的善不大 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 漏离修学 这一生呢 就改变了 佛家 佛家常讲的 佛家常讲的 逢雄化吉 欲难成响 他这一生就转过来了 这一生转过来 这一生转过来 在佛家讲说 花宝 花宝好 花宝殊胜 他来生的果报 可想而知 来一生的佛报 必定比这一生佛报 殊胜多多 如果这一生作物而不改 纵然过去身中的佛服 还能维持 一时不缺 可是这一生 寿命尽了 来生的苦报 就不堪想象了 世间人 有几个人想到这个问题 不学佛法的人想不到 你跟他讲 他也不相信 他也不能接受 其实 真正学佛的人 又有几个 有这样高度的紧确性 为什么提不起紧觉 迷于现实环境 这个很可怕 很可怕 所以为什么 今天天要读 道 天天要讲 没有别的原因 唤醒我们觉悟而已 自己做错事不承认 还可以发誓诅咒 祝佛菩萨神明 来给我们做一阵 哪有这种道理 这种的心形 极大的悟 天鬼神来给你做证明 证什么 证明你做悟多端 证明你做悟不知悔改 前几天 一些同学来见我 问我一个问题 南头 南头菩利一带 佛法顶盛 妙于灵力 是台湾佛教最殊胜的一个地区 为什么那里会发生大地震 于是大家对于佛法产生疑惑 佛法不灵 这个还是杜金太少 文法不够 你不了解其中的英云国报 绝对不是说 盖一个寺庙 素极尊佛菩萨的形象 这个地方就灵了 没得会死去 念语常讲 尼菩萨过活自身难保 哪里是这种道理 佛法行不行圣 在人心 人心向道 佛法就行旺了 过去 古人长江 有庙无道 不能新教 那个庙里头有没有道 有没有一个真正修道人 你说这个庙里那么多人 过过人修道 那不容易 总得有一两个真正修道的 这个地方就有 如果一个真正修道的都没有 再后不能够避免 所以要问 有没有真正修道 注意从这里去观察 夜莹果报 你就明白了 我也跟大家举个例子 蔡云法寺住在南头 也住在这个地区 为什么他的道场没死 你们不去想想吗 上一个月 市华印刷厂的老板 到此地来看我 给我谈到前些年 他们在三重的仓库 邻居设火 附近的房屋全部都烧掉了 他的仓库没事 他的仓库在设火的当中 那个火四周烧掉了 独独他的仓库没事 不可思议 他仓库里放的是大藏剑 就是上一次 跟我们佛陀教育基金会 合映的一千套大藏剑 放在这个地方 正法所在地方 龙天护齿 所以他相信 他给我们印佛经 成本度定的最低 他晓得做好事 有好的果报 哪里会没有感应 感应的事情太多太多 尤其从中国传来 常常中国的同修到这边来 给我们讲 许许多多不可思议 感应的事情 问题你是不是真羞啊 出家穿这个衣服 没用处啊 穿这个衣服就能成佛吗 这一句话意思 我们要懂得 什么人下地狱 出家人下地狱 地狱里头出家人最多 所以我不劝人出家 何必劝你堕地狱 出家人为什么会堕地狱呢 我们这几天也讲过几次 出家人是佛菩萨的形象 是佛菩萨的代表 你能够让社会一切大众 看到你恭敬赞叹 你是替佛像贴金的 好的形象啊 你有无量功德 你要是让社会大众看到你 批评你 执政你 那就说 让社会大众因你而侮辱三宝 这个罪过 就堕阿比地狱了 并不是说 你怎么样破坏佛法 你的形象坏了 招牌坏了 出家人是佛菩萨的招牌 由此可知 出家人形象重要 大庆广众当中 我们保持好的形象 没有人的地方 也要保持好的形象 为什么 由鬼神见到 鬼神要瞧不起你 鬼神要侮辱你 你还是破坏了三宝形象 不是说 没有人的时候 就可以随便一点的 还是要堕地狱啊 佛教化众生 不是一个地区 不是一个小范围 我们常常在经论上读到 佛伟大 心报太虚 亮周杀界 佛是普度众生 我们归纳起来讲 是法界众生 佛是普度 佛的弟子 受法界的众生 都尊敬 所以 他看到的这个形象 值不值得他尊敬 持戒修定 一教修行 我们常听祖师说 这样的人 祝福 佛乎你 龙天 龙天 鬼神 拥护尊敬你 你这是佛弟子 你成就 无量功德 如果你放一 你随便 不守戒律规矩 随身自己烦恼 习气 你就破坏 佛法的形象 将来堕落阿比地狱 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堕落阿比地狱 你说你可怜不可怜 今天这些出家人 包括我们自己在内 冷静反省 佛的教诲 我们做了几句 我们念念 还以为自己了不起 在社会大众当中 以为自己是代表佛法 供高我慢 轻视信徒 而实际上 我们的行持 远远比不上在家人 从前 黄念祖老就是说 现在这个世界颠倒了 古无时候 学佛修行论成就 出家难中第一 排名第一了 成就最多 其次是出家难中 再其次是在家难中 最有幕后的是在家难中 这是古代 无论是论知论量 都如此 现在这个时代了 颠倒了 他讲的话没错 我们细心观察 一念佛往生而论 在家女众最多 其次是在家难中 再其次是出家女众 最后的是出家难中 现在世界颠倒了 这些话 深深值得我们繁省 景点 我们将来到底想到哪里去 如果想还是想到地狱 想到魔鬼出身 那就好 你就可以随身吸气 随身烦恼 你要想不堕山土 超出三界 你要不守规矩 你决定办不到 应光大思 大慈大悲 教我们学习 了凡思信 教我们学习感应篇 学习了凡思信的目的在哪里呢 生命因果 目的在此 学习感应篇的目的何在呢 不堕山土 所以我们看看感应篇里面 这些教会 善的 我们有没有做到 我们做到几条 我的 我们犯了多少 所以拿感应篇呢 仔细对照我们 其心动念 言语造作 我们就明白了 死了以后 到哪里去 印竹事先在末法 大慈大悲 用这两样东西 来帮助我们 反省 景点 如果我们要漫不经心 不把这个教会 当做一回事 那么我们可以说一句话 肯定都三徒 现在还是个人样子 转言了 三徒去了 这个地方当中这两句话 顺及力凶 奇音如想 奇音如想 就是这样的报应 我们根据经教 编定的 静宗修行 手指 诸位如果能将这一百多条 每一天反省都做到了 你决定的神经 分量并不多 我们要认真干 做不到 这一生当中 纵然一天十万声佛号 也不能往上 古德讲的 寒破喉咙也往上 念佛往生净土 不在你念的佛号多少 要在你心地清净 心进这佛途径 要在相应 阿弥陀佛 世尊的教会 我们做到多少 是从这个地方而论的 不是说 我每天拜多少佛 我念多少佛号 不在此地 你看欧耶大师给我们讲 往生平位高下 在念佛功夫身前 功夫是什么 功夫是清净心 平等心 这是功夫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 作业 千万不要 误会 不要错 好 今天时间到了 这就讲这两句 谢谢你 好